在山洞里面搞科技业还能够获利赚钱 鸿海前进大陆贵州所兴建的山洞云端数据中心首度曝光 郭董口中的Big Data号称不必装冷气 靠着自然风就能运作 一年可以省下2700万元台币的电费 带您看看郭台铭如何在山洞里生出一朵贵州云 路旁小山头林里 这个平均海拔1000米的地方 距离贵阳市一个半小时车程 叫做贵阳新区 随着电动车缓缓前进 一入眼前的是鸿海富士康刚落成的新厂房 这就是鸿海投资超过10亿元台币 最新开发的秘密武器 绿色隧道数据中心 走进大山洞里 是一个一个由货柜改装而成的云端设备 布满密密麻麻的缆线 不装冷气不用冷却水 这就是全靠自然风冷却的云端山洞 富士康200公顷第四代厂区的最大亮点 那的气候地形 让我们找到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完全不用冷气的数据中心 这是我们最大的特点 据我们所知 现在还没有一个数据中心 不用冷气 山洞里的一朵云锁定云端大数据 概念就像人类的脑神经中枢 收集储存资料 运算控制分析应用 而周边厂房里 天花板刻意挑高 因为郭台铭早就打定主意 要把机器人大军搬进来 在这里做手机 组装电视 全面云端化 加上自动化 人类可以减少25% 未来透过数据传输 只要用视讯远端监控厂房 甚至不用照明 更不需要现场员工 鸿海正在掀起一波 万物串联与大数据的革命 现在你看到这是新一代的智慧型电视广告墙 上面配有监控镜头 路过的人潮如果有看这个广告 在辨识系统上面就会显示为蓝色 如果没有看就会显示为红色 那么数据可以立刻进入到云端资料库来统计分析 这座广告看板是大数据走近生活 互联网串联商机的示范项目之一 透过人脸辨识系统串联云端 将可以大幅提高广告的曝光效应 而关键的山洞云端厂房 博特铭在贵州从无到有 前后只花了八个月时间 从设计到施工完成八个月 美国做得到吗 印度做得到吗 印尼做得到吗 甚至台湾很多厂商都愿意 他们做得到吗 这个是一个枝意形蓝的问题 云端隧道全长120米 有两层楼高 可容纳12个货柜式数据站 布装冷气也能够散热 因为专家透过气候季风条件 和地形地质资料 用热模拟软体设计开挖出了 这座绿色山洞 这座隧道的设计是南北座向 它就是一个天然的风洞 现在我在里面呢 可以感受到凉风阵阵 这风力到底有多大 您看了就知道 透过自动化混风方式 进行温度湿度控制 这一项全世界首创的技术 超省电大幅降低营运成本 算一算在这里 每年可以省电达到908万度 以大陆工业电价每度0.6元计算 一年省下540万元人民币 约2700万元新台币 效益金元 郭台铭跨足云端产业 5年后贵州厂区 渴望创造新台币500亿元的产值 不仅鸿海透过云端数据中心 让物联网有了大数据概念加持 各界也都看好 下一阶段科技新革命的新星 非物联网莫属 物联网将是半导体产业的 下一个经济母 放眼全球物联网市场 现阶段一共有四大阵营 除了英特尔 博通 三星戴尔等大厂 还有高通 微软 Google和安谋 以及苹果 四雄歌剧 台湾红基以及联发科等业者 也积极布局加入国际联盟 因为失调机构固能干人分析 全球物联网商机高达3280亿美元 上当于新台币9.84兆元 新一波全球性的淘金产业 已经站上舞台 而主角就是让万物串联的物联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 苹果市场